在上一集的影片当中 我们介绍了 如何将交易账户 发布连接到mql5.com 并且透过禁止曲线 跟余额曲线之间的关联性 来去分析你交易策略应该有的改善方向 这一集的节目要来带大家看的是 MAE以及MFE 还有我在定量策略大师上 是如何设定我的交易风格 欢迎你来到我的FX Chess 绝对报酬交易厨房 在这里我会教你所有有关交易上的东西 我常常在说 交易其实就跟做料理一样 都必须要遵循一定的程序跟SOP 我已经在金融市场交易超过15年的时间 或许有些交易上的内容 听起来非常的艰涉 但是在这个频道里 我会尽可能的利用简单的文字 来让你理解如何去进行你的交易 在过去会用人工开发测评 你又会写程式的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我们的MQL5.com上面 MQL5.com上面第二个部分要带大家看的 是我常在讲的MAE MFE 我们点到Risk风险的这个页签 把画面往下移动 你就会看到它在底下有两张图表 分别是MFE图表跟MAE图表 很多同学可能不知道MAE MFE是什么 我简单用这张图来跟大家说明 我们进场的点位是在这个点 然后我们出场的点位可能是在这个点 所以这张订单它是获利的 黄色的部分就是它的实际获利 Profit 一开始它的单子进场 它可能是先赔钱 但是没有碰到停损 所以它之后开始获利 获利到很高的地方 可是它没有停利或者是没有出场 最后又回吐了一些利润 然后平常在这边 所以黄色的部分是实际获利 Profit 左边这个部分就是MAE 就是英文的 Maximal Adverse Execution的缩写 最大不利的偏移 也就是你这张订单的最大浮动亏损 从你进场的价位开始往上 一直到曾经盘中的浮动最大获利 叫做MFE 也就是最大有利偏移 Maximal Favorable Execution 所以MAE跟MFE 你现在应该有稍微的了解 现在我就来跟大家解说 为什么我会去在意这个项目 在我们的MQL5报表上面 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的点 那这每一个点呢 都是代表一张订单 你可以看到在这边的这张订单 当我把滑鼠移过去的时候 它的MFE是0 Profit是-386 所以代表我这张单是赔钱出场 MFE是0就代表 其实这张单进场之后 从来没有赚过钱 因为它的最大浮动获利是0 所以这张单的结果 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第一个你进场没有很漂亮 所以才会连赚钱的机会都没有 再来第二个往下移动 你可以看到 它的MAE是-386 Profit也是-386 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 这张单它有严格执行停损 因为你的MAE亏损金额 等于你的Profit的亏损金额 就代表它是碰到停损点就出去了 所以你就可以从这边去知道 我的交易系统交易策略 它是有设停损点的 那这个是亏钱的订单告诉我们的讯息嘛 可是我们在分析报表的时候 你不能因为说其中一笔订单是这个结果 啊最好是说这样子进场点不漂亮 因为它连浮动获利都没有 然后我就要来改我的交易策略跟交易系统 其实这个观念是不正确的 因为统计分析最重要的就是 长期有足够多的交易样本 来帮助你分析你的交易系统好不好 因为影片的时间不能拖太长 所以我不太可能每一笔带大家去这样子核对 可是事实上来讲 当我在真的教学生的时候 我真的是带着学生一笔一笔这样看 那我们直接看到右边我要去讲MFE的部分 我们以这一笔交易来讲 我滑鼠移过去之后你会看到 他这笔订单的profit是570是正的 就代表他是获利出厂的订单 获利出厂的订单呢 他的MAE是-61 表示其实他的订单进场之后盘中其实有亏损 他可能是先亏 然后才赚钱最终是获利出厂 在获利订单的MFE MAE你可以看出 第一个你的MAE-61其实很小 也就代表说你这张单的这个进场点位还蛮准确的 所以他才没有造成过大的MAE 而且他也没有去触碰到你的停损 然后最终他出厂的时候是获利 那这是获利订单MAE看到的东西 那如果是获利订单的MFE呢 你可以发现喔 他的MFE是1441.5 可是我们实际上只获利570 你就可以知道我少赚了将近快900块美金 那为什么会少赚这900块美金呢 就有可能是这一张订单要透露给我们的讯息就是 你的出厂机制可能或许有机会再更好 可是就如同刚刚我说的 不可以因为其中某一笔交易有出现这个现象 然后你就去调整你的交易风格 因为这样子做都不是对的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 因为我们看右边这一笔就知道了 这笔订单他Profit是1181.5 那他的MAE是-194 所以他一样是进场之后有经历过小额的亏损 然后最后获利出厂 MFE是1409.5 所以他的MFE跟Profit只差220块美金 那就代表这张单的出厂点其实掌握的还算不错 因为他有吃到大部分的利润 只是说他的进场点就没有刚刚那么漂亮 因为他的MAE比刚刚那一笔订单来的大 今天的影片只是主要跟大家简单分享 MAE跟MFE我看的是什么东西 然后他透露的讯息是什么 希望这个部分对你的交易可以有帮助 碍于影片时间长度的关系 而且有些东西可能越讲大家就越想睡觉 所以如果你对这方面的议题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自己去多搜寻MFE、MAE相关的文章内容 看到这边可能会有很多同学说 诶 周老师你不是说你的策略都是用定量策略大师去开发的吗 那你在开发的时候难道就可以直接去设定说 你要什么样的交易风格吗 这个问题在之前其实就有同学已经问过了 那他的问题是这样子的 他问说 诶 周老师SQX只能自动设定技术指标类和BAR线突破的演算吗 这个BAR线突破就是K线突破 类似像伦敦开盘BAR的那种交易模式 除了这两个逻辑他还能做什么 那我的回答是这样子 首先第一个产出的逻辑他不一定是突破 因为定量策略大师在开发的时候他是混合式的 他是先随机混合式的去组合所有你给他的东西 那他内建有200多种指标跟计算方式 透过随机公式组合去产出能够获利的逻辑 所以当他在组合跟产出的时候 其实可能性是无限多种 他不一定局限说一定是突破 而且他在开发的过程 其实你很难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交易风格跟类型 通常来讲只有你在开发完之后 去看他的原始码才会看得出来 那他后来又有提到说 其实他的意思是说 诶 他只知道这两个功能 也就是指标的结合跟K线突破 但是这个部分其实没有关系 因为如果说你真的很想要在一开始 就去限制定量策略大师在开发的风格的话 其他官方有一些预设的选项 而且会进行策略的分类 所以我就给他一些建议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也是其他的问题 所以我在这边稍微展示一下SQ的画面 在我们定量策略大师的开发画面 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叫做Setting Summary Setting Summary右边有个叫做Predefined Config 并有预设的一个项目设定 点选之后呢 你会看到他有一个Default Forest 就是他官方给你的建议值 外汇这样子开发可能比较好 Default Futures就是期货 用这样开发可能会比较好 Market就是采用试驾单的方式 来去进行开发的交易逻辑 然后Train Follow 这个大家就很清楚了 有看过海规交易法则一定知道 也就是顺势交易系统 如果你一开始就希望你的交易是顺势交易系统 你就可以在这边套用他的预设值 再来就是Main Reversal Main Reversal就是叫做均值回归 通常来说就是我们常常理解的盘整型的交易策略啦 假设今天你希望你的交易风格 是比较能够适应盘整行情的 你也可以在这边直接去套用他的Main Reversal 按照他的设定去开发 比较偏向均值回归的交易策略 倒数第二个叫做FASI 就是模糊策略 这边的模糊策略就是用评分的方式 来去进行开发 这边你可能要有一些统计学的基础 否则你可能也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最后一个叫Daily Daily的话就是以日K线为基础 来去进行开发的过断策略 有的时候其实我都很想要再多教同学一些东西 但就怕你们听不懂 其实在很多国外的论坛上面 他们对于交易系统交易策略的开发 大概只有两种分别啦 第一种就是Intraday的 也就是日内的交易策略 第二种就是Daily 也就是隔夜的交易策略 他们其实没有在分什么长期中期短期的 波段策略 因为长中短期这个东西很主观很抽象 每个人的长中短期定义都不一样 所以他们最简单的分类方式就是 Intraday日内的 也就是我们讲的当充策略啦 再来就是Daily的 也就是隔夜的策略 那你隔夜你要隔多久隔多长 长中短期 那个是你家的事情 跟他无关 反正就是有隔夜就对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国外的论坛 在描述交易系统或交易策略的时候 通常只会讲到两个 好那我自己在使用定量策略大师的时候 我有没有去限定他的交易风格 其实是没有的 但是我有控制他的一些环境限制 因为我自己过去人工开发的时候 我就很习惯订单一定是有停损 然后我一定会用移动停损跟出航条件做出厂 再来就是我习惯做的是波段交易 也就是隔夜流仓的 所以我在定量策略大师上面啊 就会有几个选项是必选的 这边也分享给同学知道 Aziz type就是出厂类型 因为定量策略大师会帮我们找如何进场 然后他找到之后 我们再去评估稳不稳健嘛 那出厂类型我就会有几个限定 首先第一个看到就是最后一个Az rule 就是出厂条件 这个部分出厂条件我一定是勾选起来 你在开发的时候一定要有出厂条件 然后你必须要是必须的 require的 就是每一次开发都要有 他才不会去miss掉 如果这个require没有勾啊 有的策略就会有出厂条件 有的策略就没有 我不要这样子 所以我一定会勾 再来第二个部分就是training stop training stop就是我们所谓的 追踪止损或移动停损 这个追踪止损跟移动停损呢 我的勾选就是可用可不用 所以我会把它勾选起来 可是右边这边我就不会让它require 这样子定量策略大师开发的逻辑 有的时候就会有追踪止损 有的时候就不会有追踪止损 再来第三个部分就是 我认为非常重要的停损 因为停损是其中一种 我能够控制风险的方法 所以这个停损呢 我会去勾选来进行使用 而且也会在右边的选项 去勾选require的 是必要的 那他就会在每次开发的时候 逻辑当中一定会包含停损机制 最后一个就是叫做profit target 就是停利点的设定 基本上来讲 其实我是波段交易者嘛 所以我不希望我的订单的停利被限制住 只要这个波段够久够长 我都希望可以尽可能吃到市场上的利润 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你会发现 你为了要让订单抱久一点 你往往会回吐很大的利润 这个时候我在让定量策略大师开发的时候 我就会勾选profit target的 停利的这个机制 但是我在右边呢 我就不会让它是require的 这样子它在开发的过程 就有机会帮我找到 有射停利的获利逻辑 也可以帮我找到不射停利的获利逻辑 以上就是针对出厂类型的这个部分 我如何在一开始 让定量策略大师开发的时候 去限制它 一定要依照这个环境来去进行开发 以上就是我mql5.com的影片来跟大家分享 因为这一次讲的内容比较多 再加上有一些细部的讲解 所以这一次的影片呢 我就拆成两集来跟大家做分享 我担心可能你看完之后会觉得 我讲的东西内容很深 但是这个部分真的是我认为 对于交易员来说 可以做到更进一步去提升你的交易据效 甚至于做好策略管理的方法之一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的FXCHES交易厨房相关影片 我会带给你更多更详细更实用的影片内容 如果你希望得到更多的有用讯息 请参考以下的网址 fxchess.com 希望我的每一部影片都可以有效的 帮你提升你的交易技巧 除了单商品的走势之外呢 Quantum Analyzer还可以提供 Portfolio投资组合的报表呈现 你可以发现净值曲线背面可以叠加它商品的走势 那你就可以再进一步去观察 Quantum Analyzer可以支援高达十几种不同的报表格式 方便你评估你交易上的风险性 你不能够安全地打回来 近了有几个观看我频道的朋友 有加入我Facebook社团的朋友 都会传讯息来问说 诶 请问周老师 如果你自己本身就是一个 在过去会用人工开发策略 而且你又会写程式的人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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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